好 這一年來如果大家有關心 那勞基法這個議題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從過去兩三年來高教工會不斷的在強調兼任教師沒有任何勞動法令的保障 不受教師法保障也不受勞基法保障 在這三年持續的爭取之下 原本原本打算在今年8月1號就要適用勞基法 但是因為在一年前教育部硬是去推出了一個切割適用 切割去不去本質適用這樣子的一個錯誤政策 導致在過去這一年來 至少在過去這一年來我們就聽到非常多的學校 開始以有無據本質來作為他是不是要繼續 繼續要聘任這個兼任教師的標準喔 那在教育部的這個錯誤的切割政策 才預告之後就發生這麼多問題 我們非常遺憾的教育部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本 其實是在於切割試驗 而不是在於適用勞基法 非常遺憾的教育部居然 不是把這個切割試用拿掉 居然不是讓兼任教師盡快一體適用勞基法 不論據不據本質一體適用勞基法 我們很遺憾的看到 教育部居然反其道而行 他乾脆通通不讓兼任教師適用勞基法 原本今年8月1號排定的時程 就在教育部的堅持底下 他居然就將這個納入勞基法的時程 硬生生的拿掉 導致現在兼任教師 屬校要到了 8月1號要到了 兼任教師依舊是法定孤兒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月以來 包括新聞資料上面提到 從最一開始的淡江大學 包括後來的四星大學、交通大學、府人大學 包括國地體育大學 這些學校裡面有國立大學有私立大學 不論是哪一間學校 都是為了節省人事成本 都是隨便以調整課程 或者隨便以砍課程為由 就不帶任何理由 沒有任何正當理由 沒有任何法律的理由 就將兼任教師不續聘 這樣的亂象 在全國160間大專院校裡面 我們聽聞非常多 我們相信教育部也非常清楚 我們今天來到教育部就是要告訴教育部 你就是和校方 聯手在謀害這些 健身教師的工作權 健身老師 所做的工作 以及我們所負擔的勞動的量 還有時數 其實跟正值老師都沒有差別 但是 我們一直以來 都沒有受到勞擊法的保障 那 卻因為 教育部跟勞動部的合謀 然後差別適用勞擊法 造成 從今年年初開始 大量的不續聘我們這些健身老師 那我希望 教育部能夠懸崖熱馬 還有包括四星大學 他在這一波的大量不續聘老師裡面 大部分都是不具本質 我希望他們要給個交代 那我希望教育部 本著一個教育主管機關的這個良知 不讓我們這些健身老師在成為黑工的情況下 被大量不續聘 然後你們卸除你們的各種責任 那 教育部 不只 不要當作出賣老師 以及踐踏學生的兇手 同時 你如果想要負擔 未來的高教改革 那 對健身老師的問題 健身老師工作權問題 一定要好好的 面對跟處理 教育部 只有推出 只有修訂一個 所謂 監任教師 聘任辦法 但我們非常清楚看到 這個聘任辦法 沒有任何工作權 沒有任何續聘的保障 實際上 在這個聘任辦法裡面 一點的罰則都沒有 任何一個條裡面 任何的罰則 都沒有 在沒有罰則 在沒有工作權 保障的情況之下 我們無法想像 監任教師 怎麼可能有任何 勞動權益的保障 現在教育部 常常用模糊的言辭 說什麼 我們會說什麼 有聘任辦法 可是辦法是行政命令 不是正式的法律 而且 在 聘用跟解聘這件事情 或不續聘這件事情上 教育部各校校方 全部生活 從來沒有更多任何 這個 文字 還是招之誰來匯之其去的 這個 基本的關係 還是在這 所以 這就是我們今天 來這邊的原因 也是我們 長年來 兩三年來 一直要爭取 納入勞記法的原因 說滾 我就得滾 勞記法在哪裡 我沒有勞記法保護 只有死路一條 我辛苦準備課程 說撤銷就撤銷 教師法在哪裡 我沒有教師法保護 只有死路一條 系主任打壓我 我沒有地方 申訴 學院不理 學校不慘 教練部不管 我只有死路一條 我只有死路一條 我沒有本質 堅任就是我的本質 是誰讓我沒有本質的 沒本質就開除了 我只有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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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經常會使用粉筆 我會請大家手上拉著粉筆 手上拉著粉筆 面向教育部 請面向教育部 1 2 3 6 教育部長出來 krkrkrk 你 directamente算血了 沒有劳定!? 沒有劳定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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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工作保障 教育部長出來 都在哪裡 沒有看見我們 那你們今年8月1號即將要上路的兼任教室聘任辦法 我想要請問在你們這個聘任辦法當中 這些學校以隨意的理由不續聘兼任教師 在你們的兼任教師批任辦法當中 對這些個案有法可管嗎 然後請問你們可以對這些學校進行開罰嗎 是在兼任教師批任辦法的第幾條的條文 是 部裡面在5月的時候 有修正發布的兼任教師的批任辦法 確實針對老師的這個包括寒暑假納寶 我講的是續聘保障的部分 因為這些學校的個案不是說什麼寒暑假納寶 這些學校的個案就是 學校就是隨便以檢課的為由 以三檢課程為由 他就把這些老師不續聘 所以針對這些因為學校惡意檢課 導致他們被不續聘的個案 我想要問在教育部今年8月1號公布的這個 兼任教師批任辦法 哪一條的條文有針對這個不續聘進行管控 針對這個學校學校如果有不當的這個不續聘的行為 其實部裡面現在就在處理了 現在就在調查 包括這個法裡面 這個法裡面 其實 到什麼時候再處理好了 有沒有辦法 部裡面 會有去積極的調查來處理 現在還有很多 你們還在調查 依據什麼 聽不懂嗎 依據什麼 你們把老師的牢基法給拿掉 所以你沒有依據 你不知道依據辦法嗎 依據什麼辦法 你為什麼要擋牢基法 為什麼要擋牢基法 其實兼任教師的批任辦法 就是從教師法來授權的 你不是教師法嗎 瓜哥 科長 我覺得你不要混淆式定 教師法第14條 保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的法律要件 但是教師法明定 這些保障目前只需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由你們授權另定辦法 結果你們定的辦法 不處理不續聘的問題 留給各個學校可以濫用這個權力 來打壓壓榨兼任教師 我們兼任教師過去一年來提出 你如果不給他們完整的續聘保障 你至少他們納入勞動基準法 結果你們教育部 不斷的來百般阻撓 直到今天你們需要說定了一個 兼任教師的這個相關的保障的辦法 保障的辦法 保障的辦法裡面什麼都沒有 你現在說要調查 你也沒有辦法依法來制止 禁止學校的這種違法惡劣的不續聘行為 這不就是你們一手造成的嗎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全台灣 絕對不只這幾個個案 這也絕對不是少數一兩個人來陳情嘛 這已經是發生到上千個兼任教師丟掉工作 而且還起因是因為教育部 你們明確定個時間 你們時間可以去喬沒問題 我知道你現在不可能告訴我說哪一天有空 我們也希望是 比如說是師長出來 或至少是副師長出來嘛 所以你可能回去也要請示你的長官 他哪一天有空 騰出一整天的時間 我們一筆一筆的慢慢把這些問題慢慢解決 而不是讓老師每次都來到這邊抗議 你只要承諾我們說 教育部願不願意空出這樣的時間 時間我們完全配合 就在一個月之內 請你回去請示你的長官 然後直接答覆我們說是哪一天 我們盡速發個信 通知老師 這麼簡單的方法 請問吳科長 是不是可以至少承諾我們說 應該要去辦一個這樣子的 騰出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個部裡面會來安排 確定會有嘛 在一個月之內可不可以 因為你也知道說下學期 他們就要丟工作 後續的細節我們再來跟教教 沒有 我說但至少我想今天現場 也還有媒體朋友在啦 那也還有這麼多老師學生在 你是不是就是告訴我們 你剛剛應該是在承諾我們嗎 說就是會有安排一個這樣子的 我們會來 會安排 會安排 可不可以在一個月之內 是 部裡面會盡最大的努力 在七月底子安排 那我們聽到 我們都聽到了 七月三十號 那什麼時間能夠 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們知道是什麼時間 因為我們必須要發信給老師們 可不可以一個禮拜啦 一個禮拜 約時間 我們只是說約時間耶 怎麼可能 一個禮拜 開會的時間 其實 今天如果是什麼 私校協進會啊 或者私校董事會 要跟教育部約時間 一定沒那麼難約啊 怎麼這麼多老師來到這邊 就要你一個禮拜之內 給我們一個日期耶 一個禮拜之內 其實我們也是有李燕儀司長的聯絡電話 你總不希望我們打電話去打擾李燕儀司長吧 如果你今天不承諾我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真的只好請大家打電話 給李燕儀司長的手機喔 對不對 真的不要這個樣子 我們也是希望尊重大家 也希望尊重教育部 是不是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內告訴我們 確切的日期 一個禮拜 日期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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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可以發信了 我們會計數在一個禮拜內 就跟高雄會合作 好一個禮拜之內 好 那針對 我想非常感謝 我覺得今天期無科黨非常有誠意啦 你等於是 有承諾了我們的第一個訴求啊 那第二個訴求就是 針對我們希望說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非常多的案例 其實現在大家都是在擦屁股的階段啊 其實因為教育部的錯誤政策 才導致需要這些收拾善後嘛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教育部你已經看到說 這個不讓兼任教師納入勞擊法 適用不保障他們續聘工作 可這件事情 已經導致這麼多的災難了 那是不是教育部願意 再回頭去跟勞動部 好好的來處理 能不能夠如期的 在八月一號 讓兼任教師 仍舊可以是 一體適用勞擊法 部裡面為了保障兼任教師的權益 第一步是先從這個修 修訂這個兼任教師的併任辦法 告訴你說 這個兼任教師併任辦法沒有保障 因為如果他連下學期 工作還有沒有保 他都不知道 對他來講 勞健保 或者是產假 商假 根本是不敢想 不敢想的權利 他根本不敢去請求 因為他要請求 學校下禮拜 隨便發個LINE 打個電話就告訴他 下學期不用來了 這種情況之下 你們應該已經意識到 兼任教師併任辦法沒有用處 不要 我想這又回到第一個議題 我們剛剛講到的第一個議題 就是想要來處理這個部分的問題 我想 白白在講的是 從法定上面 體制上面 對不對 所以其實教育部現在就是拒絕 讓兼任教師鬧勞擊法 你們寧可年年每學期 兼任教師這樣子 過來你們教育部抗議 然後你們再來處理這些個案 你們不願意從體制解決 是不是 不然好歹你告訴我這個 我們也知道說 教育部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從一開始就說 有關這個 那勞擊法的議題 部裡面一直在研議中 這個相關的意見 其實研議一年多 我覺得其實你今天的態度很明白 其實聽起來就是教育部 仍舊是拒絕讓兼任教師 我們其實真的非常遺憾 也非常難過 那其實還是謝謝吳科長 你先請回來 對 因為顯然你是沒有辦法承諾任務